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第四期工程很清楚 它是一個高度自動化 智慧化的港口 所以它的吞吐量相當高 如果按照這個速度 它到最終一年可以達到六百萬個貨櫃 效率實在是太高 所以剛才他有在介紹說 他這是一個 第一他強調智能 然後綠色 因為很多都 再來是安全 那所以我自己看了一下 這的確是相當的高科技 有開放 是因此要顧慮嗎 所有行程應該 還是 行程有相當 都有公開 不過一個問題是我們移動速度相當快 其實媒體要追 追不上 不過我們還是在每個行程之後 都有提供那個影片帶子 就VDO 這都沒有問題 所以 行程當然我們也是 另外一個像上面去看那個 你們全部擠上去也沒辦法 那個也還是有空間上的限制 所以我們也是客水儲變 按照他們大陸方面安排的方便 至於說來看陽山港 這還是大陸方面很自傲的一個工程 其實單單那個跨海大橋35公里 達到32公里 哇 這實在了不起 然後這個整個港的建設 當然是這樣 我們要學人家就學人家 最最厲害的 他覺得 通常我們去外國都常常問說 What you are proud of 就是說你覺得你哪一個是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 我們去看一下最覺得驕傲的東西 這個也沒有什麼手見 我們通常出國在機場都會先做個說明 對行程的說明 這滿...這哪有什麼手見 這不是每次都這樣嗎 那你也說你其實這樣非常多 你的兩岸態度 甚至你針對HUA 甚至是很多人權的一份 你都特別做這個兩岸 沒有什麼特別表態 這個我覺得滿正常的 其實美國日本不是也是這樣嗎 通常你們都會問我說 你去美國幹什麼 去日本幹什麼 那也是這樣嘛 來大陸方面要幹什麼 你不會到鄭民宴 蛤 你不會到鄭民宴 這有時候不是啊 因為稿子太長了都背不起來 哈哈哈哈 好 再一兩塊來 那是 等一下 市長 我想問一下 您在出謀前的時候特別提到 一個互相的戰略地場 那你在明天自遲的時候 會不會是一樣地場還是會增加兩岸一岸什麼論述或是會有新的論述 再來是確定在第三天的時候會見到這一地嗎 這兩個問題 這個明天的事明天再煩惱 後天的事後天再煩惱 所以不然你還有 你今天晚上要回去了嗎 可以嗎 所以你就繼續看下去就好了 市民的稿子現在應該已經已經好了 那你明天支持的時候 不會啊 我們通常最後一秒都還可以改嘛 對不對 所以緊張什麼 你明天還在啊 你又不是今天晚上要跑回去的 繼續看下去 市長我們常問一下 你這一次就是對於媒體跟隨你採訪的管制 相對來說 從1517到今年好像是最嚴格的一年 是不是怕有什麼意外的狀況 或是說這是陸方的可能 還是說這是你們這邊要求的安排 不會吧 我想應該都標準都從頭到尾都差不多吧 這有什麼管制嗎 不會吧 這還是不是 應該都沒有什麼限制吧 啊 都一樣啊 這哪有什麼 你每次都有來嗎 好 謝謝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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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應該是餐點越來越好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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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駿 謝謝 小字眼 好 髒 唉 好 感谢观看